南多县东顶茶叶发展协会举办成立16周年庆活动 除了能有耳目一新的时代茶叙品茶 还有茶叶一脉建炒热闹而温馨 包括农委会主委陈志清康立 农粮署长李昌郎 先议员廖维柱 县府农业处长陈瑞清等也都特别到场共享盛举 东顶茶叶发展协会举办成立16周年庆活动 会中特别推出时代茶叶品茶活动 将国产茶结合鲜奶 薄荷 柠檬 气泡等不同元素一起饮用 喝茶的杯子也改为继维酒杯 相当特别 陈主委以及县府陈处长在品尝后都赞不绝口 认为是将传统与现代的茶文化相结合 非常值得推广 县府陈处长也认为 时代茶叶的饮用茶方式将传承与创新结合 时差文化更为多元 以往在整个饮茶的文化 大家好像认为说 传统的这个洞里乌龙茶好像是比较年纪高涨的在喝 那我们私下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对茶饮品都有相当大的一个策略 那其实今天所呈现的有点类似像混搭 那其实这部分也是融合了传统的一个茶文化跟现代文化的一种结合 那因为在0206南台的一个大地震 在会中又有相当多的这个会员 他们捐赠出整个这个不管是茶饼或者是茶叶的这个 投灯奖的这些茶叶来参与这个意外 希望能够将这个捐助的这个金额来协助受灾的这些民众 那其让这样的一个预举能够借由炮砖领域的一个方式 能够汲取整个地震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关注 另外本次活动也特别举办了感恩义卖 由会员捐赠各种比赛茶进行义卖 所得将捐助2月6号地震受灾几落市民众 会发起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协会本协会在88年的9月20号 做第一次的发起活动 地震后我们南投县竹山路股这边 受到各界的热烈赞助跟热烈的赞助跟协助 使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 使不管是个人还是产业都能够迅速的复苏 有感于此所以在这一次台南刚发生地震的时候 很多的前会长就发起说 我们是不是也来办一个易卖拍卖的活动 把这些善款来捐助于台南市政府 好协助这些灾民做正后复健的活动 所以才会有这个易卖活动 此次的茶叶捐赠者 陆古乡名代表林志宏也捐赠陆古乡荣会 东茶比赛投等一茶叶半期 此外也有许多会员来捐赠茶叶响应 爱心不落人后 随后 陈主委应邀拍卖陆古乡名代表林志宏 所捐赠的104年度 陆古乡荣会东茶比赛投等一茶叶半期 以10万元派出 会员们的爱心不落人后